在小港码头的这个海鲜市场还好 他直接插了管子在这个地方抽水吧 他卖海鲜 抽了这个水 抽到他这个池子里头 想吃大嘎啦 我就看这个大嘎啦好 六块五给我弄好个 弄两斤吧 再难找到大明老师也难不住好嘎啦 欢迎你们收看新一期的文革探店 下火怎么卖的 三十斤啦 卖啥给我来看吃 你给我来一个外地游客奖 这个东西挺神奇的 你看他在里面吃水特别漂亮 特别大 然后你捞上来了是不是吧 他就把水都拖干净了 这个多钱 三十五 三十六块 来 你给我弄这个吧 欢迎皮屋加工 你给我耍干净点 别叫你反抢 他这个地方停车方便 四块钱一个小时 旁边有个大停车厂 海滩涨啤酒屋 离子小港码头走下来二百来米 这卖四场大罐呀还呀 有弄果皮吧 有 这是四场原浆 四场原浆这个 行 等会儿哈个四场原浆 多宝鱼给我们油泡 这个虾耙子给我们那个椒盐 这个嘎腊干辣炒熊了 这个干原味 汉子炒菜老婆配菜 典型的老婆汉子啤酒屋 在这一刻是最有诱惑力的 就装盘的这一刻 这个加工费多少钱 十五一份 嗯 加工多少钱一个啊 鲍鱼啊 五块 五块一只啊 我以为这个鲍鱼老子很麻烦 不过我看你这个过程不大简单 足足剥落再给你个蘸料 人家就收你五块钱 回头人家还得吃着桌子盘子碗 你还想咋的 哎呀 这个油泡鱼多少钱一份 三十 加工费三十 今天有名买海鲤子 人旁边这个地方吧 有个小海鲜店 给我们买了一份海鲤子 来吧 兄弟们 上菜 来吧 喝的就是圆姜 这个会还学不大 来 鱼鱼 我这蓝米 我这 圆姜我这上 好吃 小麦皮牙纸 我给你弄 哎呀 把你弄了 哎呀 把你弄了 拔啦拔啦的 把咖喱全都给吃了 我说我一个咖喱没了就吃 你真好意 姐 你在这上个咖喱 你那咖喱多钱一份 二十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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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不许在你那里 这毛眼睛太大了 来吧 这个必须要蘸个汁 油药头 你用 先解释 这是我们家的菜菜 下辣蟹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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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辣蟹也挺好吃 下辣蟹拌面 主食就不用再剪吧 来 火啊 别客气来 来 吃个面条 来 我就吃个面 那个留给你吃 这嘛两个人 你还得吃 你知道我不能给你多谢 三十块钱 一斤买了 买了这个什么下火吧 不吃下火就不吃 怎么呢 下十匹 哈哈哈哈 又不是便宜没好火 在哪买了 你那个卡子了 哈哈哈哈 便宜没好火 哎把你蒙了 哈瓜汁你还这么上口 我吃了 这个桃汁也好喝吧 真男人看张智礼喝元酱 喝啤酒有点酒情多了 你快一边去吧 不一定 你摆在这装了 不是 你说这 全世界是攻击我的这个 公众形象在这 二十块钱一份的嘎啦 熊应该挺大的 你还怎么了 你买的怎么了 比你大 在旁边那个海鲜店买的 海边海鲜店 你看到没有 你要说 在他旁边海鲜店 你买的那海鲜 要是肥了瘦了不满意了 直接可以回去找他 你这个搞了 你还怎么了 二十块钱一盆 就这些海鲜 其实吧 你自己买的 不一定比人家 在这个店里面加工了 自己点的便宜 这海鲜 跟这个蒜蓉 真的很配 还有酱油 真的很配 你上一个城市 你就要吃那个城市的特色 不是说海鲜就是青岛的特色 但你上 上青岛来吃海鲜 你一定要带几个海鲜上啤酒窝 非常有仪式感 海灘长这个啤酒窝 它是井底的啤酒窝 离子圣米二 大教堂 中山路 百年战前都很近 过往的都是一些游客什么的 所以说整天做海鲜 整天做海鲜 业务就是这样 就怕你熟浓松小 看嘛 哈哈 老爷大 你还救我 回来海鲜了 两边的安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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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